这个例子的话,那么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看起来是故意的,怎么,让它先等于lunk,然后就等于block,是吧? 好,如果这个例子,我来把它改一下啊,大家看一下啊,如果我把它改成block的话啊,block 那么判断它是不是block,就是什么,这个应该是lunk吧,是吧? 如果是block的话,就等于lunk,是这样的啊,如果不是block的话,就等于什么呢?block,是这样的啊,这样可以切换,是这样的啊? 好,那么如果这个什么,例子是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是吧?看它的效果啊,好,看它的效果的话,我这个时候我点一下,是吧? 点一下之后怎么样?是不是第一次是不是没反应的啊?好,第二次就有反应了啊,第二次就有反应,看见没有? 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啊?啊,有这个问题啊,好,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比如说第一次没效果啊, 我们在读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么它到底等于什么呢?是这样的啊,是不是要验证一下啊,是吧?验证一下啊,好,比如说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啊,我可以进来验证一下它,它到底等于什么啊? 比如说这个odiv,它的什么呢?这个stile,点什么呢?点display吧,是吧?这个值到底等于多少呢? 我可以把它弹出来看一下啊,alert把它弹出来看一下啊,好,一进来的时候我就让它弹出来看一下啊,好,我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啊,刷新一下这个页面啊,好,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是不是一个空的啊?空的,表示什么呢? 它这个值一开始进来的时候,这个值就是空的,没有值,那没有,为什么没有值呢?你明明是有这个display属性的啊,啊,好,这个时候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stile,点display这个属性是怎么回事呢? 它是去行间去读的啊,行间去读的,什么意思呢?它一进来的时候啊,一进来的时候,它就去行间读这个,读这个什么呢?读这个时代属性啊,好,来进来看一下啊,看看, 但是进来的时候怎么样?这个div它的行间有没有写时代属性啊?没有写吧,是吧?虽然它默认的时代属性是block,但是它行间没有写时代属性。比如说它如果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如果写这个行间样式的话是可以的,是吧?比如说它这里面如果写了这个时代,是吧?如果这个时候写了时代等于一个什么东西,是吧?好,讲说display,是不是这样的啊?那么它是不是就可以读过来啊? 默认的话怎么样?它是没有写的啊,默认它没有写啊,默认的话它是没有的,所以说它读出来就是空的。 虽然它的discipline是block,但是它是去,它这个属性是什么呢?它是去行间找的,明白没有?它是去标签里面找。不管你的指是什么,我就去标签找。标签里面是不是没有啊?标签没有怎么样?它是不是找不到啊?找到就等于空啊。等于空之后大家看一下,这个时候空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判断的话怎么判断? 这个它是不是等于一个空啊?它等于空啊?空等不等于block啊?空不等于block,是不是这样的啊?空不等于block啊?空不等于block的话,那么它一开始就走哪一步啊?是不是走这一步啊?是不是走这一步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它是不是走这一步啊?好,比如说我刷新一下啊?好,比如说我点一个切换,大家看一下啊?点切换,看一下它是不是加了一个style.discipline等于block啊?是不是走这一步啊?走这一步是吧?走这一步之后,是不是相当于是一个废话,但是实际上怎么样?给它加了一个block属性吧?加在这里了吧?是不是这样的啊?它本身就是block,但是需要怎么样呢?写到这里来,是不是这样的啊?写到这里来,写到这里来,写到这里来。 那么第一步的话,相当于是给它一个style等于displayblock啊?好,我再点的时候怎么样?这个时候就有值了,是吧?这个时候再点的时候它怎么样?这个值就等于block吧?block是不是等于block啊?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是不是这一句啊?那么就是什么呢?再点一次的时候怎么样?是不是等于run啊?是不是第一次就无效了,是吧?好,第一次点的时候因为什么?它的这个display就等于 空,空就等于什么?空这句不执行,它就给它一个block,是吧?给它一个block啊?那么的话,第二次的话,它就等于block,然后就是什么呢?就是执行这一句,是吧?好,这个清楚了吧?好,是吧?要点两次才能,啊?好,这个是什么呢?写一下啊? 这个什么呢?这个odiv.style.display,啊? display,啊? display,啊? display,啊?是什么?是读取的,读取的,标签里的,啊?标签里,标签里,标签里写的,写的,写的什么? display,啊? display,啊? display,啊?如果没有写,啊?如果没有写的话怎么样呢?没有写,啊?没有写,啊?没有写,这个值,这个值,是吧? 为什么?为空吧?这个值为空,啊?是这样子的,啊?好,所以导致的话,这个地方怎么样呢?这个地方就什么呢?它一开始就执行了这一句,是吧?执行这一句,啊?好,那么如果说我一定要这么写,我就要这么写,我一开始就要判断它是不是block,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怎么样?我可以一开始怎么样呢?给它一个什么呢?给它一个实代属性吧,是吧?给它一个实代属性,啊?实代等于什么? display,block, 是吧?好,这是个废话,是吧?但是我给它,它之后怎么样?它是不是可以读过来啊?读过来,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再刷新一下,啊?刷新之后,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是不是可以了?没问题吧?啊?这个时候就没问题了,啊?好,这个时候没问题怎么样呢?我这个地方,我平安无故的,我加上一句,好像还是不太好吧,是吧?不太好,啊?那么怎么样呢?我们还是通过程序来什么呢?优化它吧?优化它,啊? 这个地方我还是怎么样呢?我还是这么写,我想用程序来优化它,那么这个地方我还是不写,是吧?不写之后,那么我可以怎么优化呢?啊?那么我可以什么?改变这个条件吧?改变一下,把这个条件怎么样呢?写得更加兼容一点,是吧?写得更加兼容一点,啊?怎么兼容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地方,啊? 比如说这里面有什么呢?这里面什么?条件判断语句有什么呢?有等于号吧,是吧?就是三等,是吧?好,这个我们词典再讲啊,大于,大于等于,小于,小于等于,大家都清楚吧,这几个,是吧?这几个都清楚,啊?好,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不等于,是吧?不等于,啊?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我们词典再说啊,那么还有一个,这个是,这个什么呢?这个是and,什么呢?是而且,就是,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的时候,才可以,是吧?好,我们来看这个,这个就是或,啊?或者,或者,啊?那么的话,在Python里面好像不是这么写的吧?Python里面是or吧,是吧?or,是吧?那么我们这个什么呢?加典根里面直接是什么呢?两条竖线,啊?两条竖线就是或,啊?好, 这个的话就是什么?而且,啊?而且,这个是或,啊?好,那么时候,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就是在这个条件的后面,啊?加一个条件,加条件的话,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跟它是什么?或者关系,或者关系就行了,啊?或者就是什么?就是怎么呢?两条竖线,啊?两条竖线,啊?两条竖线,就可以优化了,啊?或者什么呢?这个值,啊?这个值,啊?这个值, 空,啊?也行,是吧?好,这样子,啊?好,或者这个值,啊?它,它怎么样呢?它等于一个什么呢?等于一个空,啊?空怎么写的?这直接写一个空的字符算就行了,啊?好,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优化它呢? 好,看一下,啊?好,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它进来的时候,啊?它就判断,判断它是不是等于block,啊?不是 那么,或者,什么呢?它是不是等于空,啊?是等于空,是吧?好,或者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呢?只要两个条件中有一个条件满足,怎么样?它是不是都可以,啊?这个地方就是等于true,啊? 只要两个条件里面,啊?其中有一个条件满足,它就等于什么呢?等于这个true,啊? true的话怎么样?是不是执行这一句,啊?好,那么就执行这一句,啊?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这个加上去之后,然后的话怎么样?这个没有加discipline属性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好,再来刷新一下,啊,刷新一下之后,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discipline属性,啊? 好,先点击它,是吧?点,是不是可以,啊?是不是烂,啊?烂,啊?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了,啊? Vloco,是不是这样的?Vloco,啊?好,这个时候就是用到了这个,或的这个什么呢?条件判断,是吧? 这个,两个条件,啊?只要有一个条件满足的话,怎么样?那么就可以什么?就可以实现这个效果,啊?就是可以,这个里面就是计算出来的, 这个词就是true,啊?就是true,啊?好,这是或者,啊?好,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这个条件判断的,这个优化,啊?如果说你想这么写的话,需要加上一个条件,啊,是关于这个,啊?好,那么接着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个,啊,这个例子词典,大家可以优化地看一下,啊,优化地再改一下,啊?好,接着的话,我们来再说一点东西,啊,再说一点东西,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关于这个,关于这个其他的条件判断语句,啊,条件判断语句,啊,就是关于什么呢?这个,关于这个多重EFL是判断,啊,多重EFL是判断,啊,多重EFL判断,啊,多重EFL判断的话,就是什么呢?如果有多个条件,是吧? 多个条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多个条件可以,是吧?比如说,满足第一个条件可以做什么事情,是吧?好,满足第二个条件,什么样呢?可以做什么事情,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这叫多重判断语句,啊,好,多重判断语句,我们来看一下,那么的话,可以结合一个例子来做,啊,结合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呢? 比如说,随着星期更换背景的页面,啊,可以做这个例子,啊,多重条件判断语句,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这个是,您要是,啊,多重条件,语句,好,这个多重语句是什么意思呢? 那,比如说,我这里来写一下,啊,来写一个这个script,啊,好,假设说,我这个时候怎么样呢?我来定一个变量,是吧? 好,定一个什么变量呢?比如说,这个变量是什么呢?一个星期,是吧?比如说i,week,是吧? week,啊,假设就等于一个什么呢?假设今天是星期,星期五是这样的,是星期五啊,啊,写个五,是吧? 好,这是一个数值,是吧?好,怎么判断呢?那怎么判断,啊,依乎什么,依乎这个i,week,是吧? i,week,啊,假设是,假设是星期一的时候,是吧?好,比如说这个判断它是不是等于一数量呢? 那么就,假设是星期一的时候,等于一,是吧?等于一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么就是,怎么样呢?就让这个什么呢? 这个背景,是吧?这个背景怎么样?变成什么?变成一个背景色,是吧?变成一个背景色,啊,那么怎么改变整个网约的背景色呢? 我们是改变body的背景色,啊,好,怎么改变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先给它一个id,吧,是吧?比如说id,啊,给它一个id,吧,啊,好,id等于什么呢?这个body01,是不是这样子,啊,是这样子,啊,好,那么改,就是,给它设在一个id值的时候怎么样?要获取它吧?获取它之后,我在上面获取它是不是有问题啊? 是不是获取它有问题啊?有问题啊?有问题啊?有问题之后,这个时候怎么样呢?我们需要什么呢?用个window onload把它包起来吧?还是得包起来,啊,比如说拿一个window onload,是吧?onload,啊,等于一个function,啊,好,function,好,等于一个function,然后把这一语句包起来,就可以了,是吧?好,好,包起来之后,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提前 提前把这个什么?提前把这个body把它获取到啊,是吧?好,比如说,是吧?oldbody,是吧?dody,啊,就等于这个document,是吧?document,啊,好,Document, document,什么,点get element,的嘛,element,啊,element,啊, element,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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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ID 啊 这个是什么 BODY 01吧 BODY 01啊 好 BODY 01 是不是这样的啊 BODY 01好 那么这个过几条之后我要改变它的这个背景色是吧 背景色啊 背景色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 O BODY 是吧 O BODY 它的什么呢 时代吧 它的什么 时代 时代点什么 白光的COLOR吧 是吧 CKGRO UND 然后是COLOR 是吧 白光的COLOR 然后就等于一个什么呢 假如就等于一个这个这个 这个GOD吧 是吧 GOD啊 第一天的是吧 好 第一天的颜色吧 好 那么如果说我是星期二 是吧 那么 换另外一种颜色 是这样的啊 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能写 ELSE的吧 是吧 ELSE啊 那么写什么呢 写 ELSE IF 这是多重判断 是吧 ELSE IF ELSE IF什么呢 把这个判断条件放到后面 是吧 比如说这个 IWIC WIC WIC啊 假如就是什么 它是等于二的时候 是吧 跟二进行判断 是吧 跟二进行对比 如果是等于二的时候怎么样呢 再来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 O BODY 是吧 O BODY 什么 它的时代点什么呢 曝光的COLOR吧 就等于另外一个颜色啊 等于这个什么 GREEN吧 GREEN啊 好 好 那么在什么呢 假如星期三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的啊 星期三的时候啊 好 ELSE IF是这样的啊 I WIC是等于星期三的时候 是吧 I WIC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三的时候 是吧 一样的啊 好 这个的话 这个大约的话 这个花块可以这么写 是吧 都可以啊 好 这个 O BODY 它的时代 是吧 然后只要说是等于另外一个啊 等于一个PINK吧 PINK啊 好 这么写啊 就是沿着下面写下来就行了 是吧 好 写下来啊 比如说这个是等于星期四的时候 是吧 星期四的时候啊 好 星期四的时候 那么就是什么颜色呢 是时候啊 再来一个什么呢 YELLO GREEN YELLO 有没有这个颜色啊 黄绿色是吧 黄绿色啊 好 再来一个是吧 再来一个啊 好 这个是等于5的时候是吧 等于5的时候啊 好 等于5的时候 来一个什么呢 来一个LIGHT BLUE吧 LIGHT BLUE 是吧 这是亮绿色 是吧 好 那么如果说我5种颜色啊 设置好了 是吧 假设的话 我周末的话我就用一种颜色 是吧 周末的话我不管是星期 星期六或者是星期日 是吧 星期六或者是 星期日都怎么样呢 给给一种颜色 是吧 那我怎么样呢 就来一个ELSE就完了 是吧 ELSE啊 我就不判断了 是吧 除了这5种情况之外怎么样 最后一种情况怎么 给他来一个 最后一个效果 是吧 ELSE的时候我就给他一个 另外一种颜色 是吧 另外一种颜色 周末的时候给他一个什么呢 给他一个那个 LIGHT GREEN吧 LIGHT GREEN 好 这样写完之后是吧 那么这就是什么 多重判断语句吧 多重判断语句啊 好 就是说要满足很多条件是吧 满足不同的条件然后做不同的事情啊 就是多重的这个分支 条件判断语句 好 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这个时候 IVEG是等于5啊 IVEG等于5啊 看一下啊 好这个时候是什么呢 是LIGHT LIGHT BLUE吧 LIGHT BLUE是吧 亮绿色啊 亮绿色啊 好假如说我调一下这个 IVEG等于1是吧 等于1的时候怎么样呢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金色是吧 这就是这个例子啊 等于2啊 2的话怎么样呢 这种颜色啊 好这是绿色是吧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多重条件判断语句啊 好那么的话 这个多重条件判断语句的话 应该是怎么样呢 跟你们的这个Python应该类似啊 类似就是说 这个L是一符应该是写法不一样吧 Python里面是直接 这样子写 是不是这样的 L是一符是吧 应该这么写啊 是不是这么写啊 这么写是吧 就这点不同是吧 这点不同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多重判断语句啊